话语如果讲不好 六月都寒 如果语言温暖了 外面下冰雹 内心都是温暖 所以能够创造一个温暖的内心 世界是老公一辈子的责任 女性为什么会结婚就会抑郁 原因就是因为 女性一结婚身体会极度走样 我太太就是 一开始看的时候 还觉得玲珑有致嘛 就到了中后期以后 你就会发现 那个身体就没法看了嘛 脚都是肿的 孕期嘛 容颜是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很多女孩子 生完孩子以后 她恢复的慢嘛 第三个就是 生孩子无法精致嘛 你要养育孩子 生孩子你要普鲁期 我太太是普鲁了八九个月嘛 你让她怎么精致嘛 也不能化妆嘛 是不是 所以就有的 显得肯定窝塌嘛 如果你的孩子不哭不好 不闹还好啦 很多孩子是又哭又吵又闹的嘛 那你怎么过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 人也憔悴 睡也睡得不好 吃也吃得不好 反正各种各样的人 就是黄脸婆就出现了 二十多岁就黄脸婆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小孩子把自己折磨得够呛 然后自己看自己 也是觉得看不下去 所以你说你不抑郁才怪 化解产后抑郁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硬东西是没用的 要靠软东西 硬东西就是给你吃得好嘛 现在很多家庭有条件嘛 月子中心嘛 十万块钱 二十万块钱 一个小时嘛 现在是有条件 我们那个时候没条件 我们那个时候家里 就是月子中心嘛 你以为把你的妻子 送进了月子中心 然后她吃得好 车得好 别人关心 然后你天天在外面出差 然后你的原因 就是因为工作很忙 真忙假忙 我们先不说 你的妻子就很容易郁郁 除非她有一个 良好的原生家庭 她会郁郁的成数少一点 或者基本不郁郁 否则的话就很惨 因为解决郁郁 不是靠硬 是靠软 软是什么 就情绪上的抚摸 心灵上的安慰 这个最重要 女人一旦嫁人 男人一旦娶妻 就是她跟原生家庭 就锻炼了 她就从此走入 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才是她的全貌 所以这时候 丈夫就很重要 最好的丈夫就是 懂妻子的 知道她要什么 不是要物 而是心灵的需求 这是最好的 就是多沟通 其实时间是很重要的 第一 如果有妻子在怀孕的 就是第一 陪伴 陪伴胜过一切 没有陪伴 什么打个电话 发个视频 那都是扯淡 打电话 看不到 发视频摸不到 第二 一定要有肢体接触 两性之间 如果没有肢体接触 只是灵魂的沟通 我觉得去你的 那个柏拉图事 是没有用的 心理的安危 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 肢体的接触 就是物质 软件要有效 它一定得装在硬件上 第三 多听 而不是多说 就是要让自己妻子里 想说的话 得让它倒出来 轮这个动物 就是一个环卫车 是运垃圾的车 我们每天最大的功能 就是给自己产生很多垃圾 然后我们就装在胸腔里 装在脑腔里 然后它倒不出去 基本上没有轮 它有自我排泄的能力 我说这种心灵垃圾 你看很多人 为什么动不动 就易怒 暴躁 还有 你看为什么 这个社会有很多恶性事件 一言不合就捅刀子 我们也看到过 就是因为它心里装了很多垃圾 它排不出去 你就是最后激怒 它的那根稻草 在你身上爆了 第四 说的过程中 配合一下 人生如戏 全靠眼睛 你知道吧 睁大的眼睛看 面部要有表情 没有肢体语言 我没想到 原来当时你是这么想的 我下次不会了 等一下 我拿这笔拿这纸 我先治下 我觉得今天沟通 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好丈夫 你成就了我 你看明明是起始抱怨 最后就变成 你成就了我 事实不重要吗 愣吃很重要 你能做到这几点 完美 吃的差一点 其实人都能冷受 当然得有吃 就是说没有那么丰富的物质 其实我们是能冷受的 你说没有海鲜 可以有狐鲜 再没有糖里头 抓一条草鱼也行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话语如果讲不好 六月都寒 如果语言温暖 外面下冰雹 内心都是温暖 所以这个世界决定 我们一个人 是不是郁郁 从来都不是表象 从来都是内心的世界 所以能够创造一个 温暖的内心世界 是老公一辈子的责任